看看我今天买的啥 五花肉 13.8应该有半斤吧 半斤 半斤五花肉 一包辣椒面 辣椒粉 还有这个苦瓜 我觉得他应该改个名字叫 富婆快乐瓜 你看这个 隔壁女邻居 从重庆回来给我带了一点特产 看一下这个扎海灶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 还有一包麻辣鱼调料 今天中午搞个粉蒸肉 用这个调料 感觉应该肯定很好吃 五花肉已经请热心的摊主 帮我切开了 然后清洗了一下 加入生抽 加点老抽 哇 加点13香 再加点辣椒粉 搅拌一下 腌制三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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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味 倒入扎海椒 感觉碗太小了 这个颜色看起来非常好看 把肉给麻好 然后给他顶一点油 兄弟们 还剩了很多 可以今天晚上再吃 放锅里面给他蒸一个小时 放锅里面给他蒸一个小时 就可以开锅吃了 已经蒸了一个多小时了 可以出锅了 哇 看起来不错 把它弄出来 哇 尝一块 一箱过期的泡面随机选取一包 就你吧 男子 这是男人吃的泡面吗 看一下这个日期 2020年11月7号 应该早就过期了 把泡面搞里头 小泡面 小泡面搞里头 粉包搞里头 可以了 出锅 今天一个炒面 一个煎鸡蛋 还有一碗粉蒸肉 看起来不错吧 嗯 兄弟们开饭咯 先搞点面条 嗯 不错 有点像兰州炒拉面的味道 煎鸡蛋 好久没吃荷包蛋了 还是荷包蛋好吃 搞点粉蒸肉 肥而不腻 肥而不腻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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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第一次做这个粉蒸肉 还不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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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萝卜嘎奔脆 最近我在看那个港片 就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港片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过了二十年 我们还没有过上 老港片里面那样的生活啊 发现他们以前的生活也好潮流啊 顶限我们几十年 应该说 大部分人 都没有过上八十九十年代香港的那种生活 生活 这是为什么呢 对 这一点 地藏 他非常有吉村 非常有吉典 口 二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